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有1點多秒 那時間上非常的趕 好 我們拼一下 那第一關還是盡量能全體就全體吧 這樣搭比較快 好 那這邊有限制20回合要突破這個7關 好 然後這個是拼圖盾 這麼短的時間 水珠有點遠 其他珠也太遠了 我們只拼水珠看能不能轉過去 快快快快快 喔有有剛好趕上 這個血量只有100滴 所以只要能轉到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好 再來是6C盾 我覺得這個是這次關卡中最難的 你的這個日月狼隊要轉出6C 這是有點困難 我一定要稍微排一下珠 稍微排一下 好 我們讓牌面變得更好轉一些 然後看一下喔 6C OK 喔喔喔 那個新珠沒有轉到 不過還好也是有6C了 有轉到就變7C 剛好解決 好 那血量也是50幾萬 好 再來是兩隻能力繼承 這邊也是這樣轉全體吧 兩轉火珠的全體 好 然後新珠盡量把它消掉 不然會越來越難轉 好 剛好沒有死掉 好險 因為死掉的話能力繼承 那血量又補滿了 好 再來打一次 OK 水喔有有有 好 解決了 基本上倍率是自身攻擊3倍 然後雙日月狼又有3倍再3倍 所以是27倍嗎 欸 這麼多嗎 不到27倍嗎 那這個傷害呢 等一下喔 6C 這樣子 也打了 三四十萬 三四十萬 三四十萬的傷害 好 提爾 這個血量比較多 這有150萬 那我們這技能沒有好 不過那隻 那隻火獸啊 那它可以增加 1.5倍的攻擊棒 然後持續 6回合 因為我們隊伍中有6隻獸族 所以呢 它如果跳起來的話 就直接開了 可以持續很久 好 火柱那麼多應該蠻好打的 OK 火柱 火屬性都打了四十萬 好 來到最後一關了 我們花了 9回合 對 雖然那邊寫10 但是我們只花9回合 因為我們CD CD是10 然後CD還沒跳 所以應該 這一回合是第9回合 轉完之後就 就變第10回合了 好 這個是全體無效 所以我們要轉蛋體 盡量打 好 那這個血量是200萬 好 技能可以開了 好 我們開這個好了 這個有增加秒數 啊 那個神母其實也有增加秒數 好 那再來就是 呃 光監 暗監距好了 因為它是暗屬性的 我們增加一下光屬性的攻擊 好 那開這技能之後呢 我們時間會增加 忘記是多少 8秒的樣子吧 所以比較多時間可以轉 好 就稍微轉一下 啊 轉到全體了 光暗都轉到全體了 好 沒關係傷害又夠 獅子王就打了 120幾萬 好啦 足夠了足夠了 OK 順利解決了 這是我們的日月狼 風王隊 好 那時間有點趕 不習慣的話 真的有點困難 要稍微習慣一下 1.25秒 那 走真的很趕 你要很快很快 OK 那這是我們第一個 北域神話之戰啦 接下來還有4個關卡 那 每一天都會再開放一個新的 全部完成的話 會有一隻人命鳥 大概是這樣子 好的 感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順利過關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